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抵达沙特首都利亚德 开始他上任后的首次中东之行 他将先后访问沙特 以色列和约旦 26号就任国务卿 27号现身北约外长会 28号又赴利亚德开启中东行 蓬佩奥如此连轴转 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 是因为正在发生着的一切 与沙特外交大臣并肩笑谈 再喝上一杯阿拉伯咖啡 虽然表面上看着轻松 但是蓬佩奥肩上的担子并不轻 相较于在石油巨头工作多年 与中东国家长达交道的前任蒂勒森 从中情局局长转任国务卿的蓬佩奥 对处理中东事务显然经验有限 舆论猜测他此访中东 主要将讨论三大议题 却是各个难办 首先是卡塔尔断交风波 自去年六月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断交以来 双方矛盾始终尖锐 蒂勒森多次斡旋也没能够弥合分歧 能否完成前任未敬之事 是蓬佩奥的第一道考验 其次是耶路撒冷问题 在四月举行的安盟峰会上 东道主沙特表示 将加大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力度 美国认定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引发了与会各国领导人的一致签责 在这一问题上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分歧之大 难以调和 最后是再续美军去留问题 特朗普此前曾提议 成立阿拉伯联军代替再续美军 不过迄今为止 沙特等国并未采取切实行动 表达明确支持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阿拉伯联军代替再续美军